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先测试一下,看这样是不是科系。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国际事务英文阅读的老师, 本人叫林建宏。 欢迎各位来到文早。 国际事务系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科系。 那基本上来到系上,你会发觉这四年你将会读书, 一直在读书,写作业也可能一直在写作业。 但除了这个之外,你会不会做别的呢? 当然也会。 你会交朋友,你会参加社团, 你会组织活动,你会参与各项的讨论。 四年的时间大概不是由你玩四年, 但是应该是很充实的四年。 那系上呢,在第一个学期, 安排各位来上国际事务英文阅读这门课。 其实它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希望各位在进入了文早之后, 国际事务系能够告诉你们的什么叫做国际事务。 国际事务基本上包含的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跟国际文化三个大的领域。 这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学科。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博雅,能够通俗,能够认识广泛, 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国际事务的发展。 国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你大概都知道。 那今天我们用中文的方式跟各位讲解, 因为以后你会发现说这整个课程的带动呢, 其实都是全英文的。 那全英文呢,意思就是说, 在未来18周的一个学期的上课中,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会有全英文授课、全英文上课。 当然不仅仅是国际事务英文阅读, 包含国际政治、政治学、 包含经济学、 包含文化研究导论等等的, 都是全英文授课。 可能对各位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但是老师特别要鼓励各位, 一定要加油, 然后勇往的前进,不要客气。 如果有什么任务问题的话,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你可以提问, 下课的时候老师的位置在智山楼的403教室, 你可以来找我,随时都可以, 我们的门都是开的, 不会关掉。 那如果说你要寄email给我也可以, 这个地方, 那本人的这个office hour可以在这里, 就是每个礼拜二的下午1点到3点, 然后每个礼拜三的早上10点到中午, 你都可以来跟我预约, 好,那我们不多说, 我们再把它回复到我们国际事务英文阅读的这个本质。 那English Read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将来你们发现说, 这个虽然是名字叫做English Reading, 英文阅读, 但是呢, 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提供同学们能够去开拓, 去探索国际事务的一个桥门砖。 它的课程安排呢, 非常的紧凑, 有很多的要求, 有很多的作业, 还有很多的考试。 我们一共安排了10个不同的课程, 那我底下呢, 一个一个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科目的概述。 科目的概要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得到就是, 我们基本上有10篇, 10篇呢, 从一些经典的一些文章, 一些经典的一个著作上面找出的10篇呢, 让各位能够好好阅读的, 好好能够探索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 它里面有包含, Super economics, The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 那这本书呢很有趣, 尤其我们在课程中提出的这个, 那一个, 如果你身为一个自杀的一个爆炸客, 那你为什么需要去买一个所谓的受险呢? 基本上你如果自杀, 你是拿不到钱的, 可是为什么这篇文章里面会介绍说, 你应该要这个地方, 你应该要去买这个保险, 起码可以让你的身份能够有所隐蔽。 另外一个呢会介绍The tipping point, 也会介绍Cultural问题。 然后呢也会介绍什么叫Outliers? Outliers, 我们如何能够迈向成功? 当然我们进入大学都希望说能够成功, 但成功的定义在哪里? 这一门小小的文章会跟各位做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会讲说一个honorable stigma, 一个扎实动物的一个困境, 那我们这边是基本上谈的是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然后我们每一天有四餐, 早中晚跟宵夜, 那怎么样来发展出了它一个隔标的历史。 那我们这边会借用corn, 玉米,让大家能够理解说, 玉米为什么那么神奇? 那我们可以发现简单的看一下, 前面这五篇呢,前面这五篇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这里, 基本上都是跟我们人生, 人的生活有息息相关的, 它的行怪的面包含经济, 包含政治, 包含文化。 你看, 这是政治面, 经济面, 跟文化面的冲突。 你看, 这边是社会改变, 社会形态的改变, 那也是包含文化。 那这边比较明白的是, 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文化会有冲突呢? 然后告诉我们说, 我们怎么样在社会中求生存, 然后在社会中能够努力充实自己, 然后能够成功。 这边呢, 则是让我们开脱我们的眼界说, 除了我们社会关怀之外, 或许大自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 仔细的一些有趣的观察跟省思。 那后面的五篇, 就比较严肃一点点, 因为它谈的是政治经济, 它谈的是国际关系, 它谈的是我们对一些, 人文社会的眼镜的历史跟理论一个认知。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我们经济历史的结构跟改变, 听起来蛮严肃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边, 经济历史。 那经济历史呢, 我们从农耕时代, 从早期早期的部落, 农耕, 然后到了一个城邦, 然后到我们现在一个国家, 一个体制的一个社会, 我们其实一个政治社会的眼镜, 一直跟经济生活的形象相关的。 所以我们应该花点时间来理解说, 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去工作, 我们需要去赚钱。 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个就是, 国家跟国家主义,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为什么要形成一个国家, 你加入一个国家的阵营之后, 你要当兵纳税要服兵役, 那你要很多很多的那个, 很多很多的社会的规范, 加在你身上, 身上有权利, 你有权利, 当然你有义务, 可是你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呢, 你就必须要受限于这个国家, 给你一些法令的规范。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我们的任何的生活, 任何的一个社会形态, 都免不了政治跟经济的一个交付。 啊,多少, 你进的文早要付多少的学费, 然后交易部会规定, 那你的父母赚了多少钱, 应该交多少的税, 政府也会规定。 那政府的规定来自于立法院, 立法委员的一个决议, 立法委员的委员呢, 他们通过了法令, 然后呢, 政府就要执行。 所以一个叫立法院, 一个叫行政院。 那我们再往后再思考一下, 那立法委员, 他们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法令呢? 因为呢, 背后有各自不同的支持者, 那不同的支持者, 就有不同的一个政治的因素, 政治的盲目, 必须要去思考。 所以你也想看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咯, 那就是, 其实政治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它是交错在一起的, 没有办法切开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那我们来理解一下说, 如果一个人, 他身为一个外交官, 我一个人, 他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国家的领导人, 你在一个先前先决的一个条件, 一个先严认知上, 总会认为说, 这些人应该比我们更聪明, 应该比我们更理解事物, 能够更加的清楚, 但事实上不然。 因为他们是人, 他们有perception, 但是呢, 大部分的状况下, 他们会建筑到他们, 他们做决定的时候, 是基于很多很多的misperception。 什么叫misperception? 就是错误的认知。 所以, 正确认知其实比错误认知还要少很多。 我们人与人相处是这个样子的, 那国与国相处也常常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 俄乌战争, 普丁呢, 为什么要打乌克兰?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认为说, 俄国是伟大的, 俄国应该回复到以前的第二时代怎么样, 是一个广阔的一个僵徒, 但事实上呢, 就西方的观点来讲, 这很显然是一种misperception, 一种错误认知, 对不对? 但对普丁本身来讲, 或者俄国内部少数的强硬派人士来讲, 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概念。 所以一个正常的概念, 自己认为的, 跟别人认为不正常的, 不是正确认知, 就会产生冲突。 那所以你会看到说, 在international politics里面, 在国际政治里面, 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能不能避免? 其实很难, 但是很难避免, 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去理解。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一共的十篇的文章, 我们cover一个内容有哪些呢? 我把它大致跟各位讲一下。 那就是呢, 这十篇呢, 包含了一个broad spectrum of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在我们的国际事务里面的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范围, 我们大概是一个初探式的一个探索, 透过英文阅读的方式, 来增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一些理解, 初步的理解。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policymakers, 那些政策的决策者呢, 常常是often misperceived public reactions, 都会常常错误认知公众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这重点在这个字。 就算你是一个政治精英, 一个政策的决定者, 你常常会去错误的认知很多的事情。 从这个严肃的议题到what people can become successful,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功呢? 你认为你是不是一个成功人? 你认不认为你是可以成功的? 那这篇文章Metheu Effect会告诉你。 另外一个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的一些运作呢, 在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但它不同,多不同。 你可能很难想象。 然后呢, 再来一个, How small event could become the tipping point and changes the social trend? 一个小小的世界能够引领风烧, 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潮流。 那这个small event,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tipping point, tipping point, 转折点。 那这转折点,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它怎么来的?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会谈到说,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 为什么他一个, 你如果要炸弹客, 自杀的炸弹客, 你应该去买受险? 那为什么人们 are willing to work for wage in a market and more? 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刚刚虽然即将要迈入了大一, 大学一年级呢, 可能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但eventually, 你还是要走入社会, 你还是要步入这个社会的市场, 那进入了社会以后呢, 你要工作, 那你有没有开始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的父母将来是你自己咯? 你为什么要willing to work for wage in a market? 为什么? 一定有原因的, 绝对不可能说因为我喜欢工作,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呢,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课程的一个全盘的设计, 那系上老师当初在设计这门课的时候, 其实也在思考说, 怎么样能够引大家入门, 让这一个国际事务的一个认识, 能够深深的烙印在你们脑海里, 做一个很好的起点, 所以我们认为说, 应该选择一些文章, 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广迫的认识, 我们不局限一个单一的一个深入的探讨, 我们愿意提供给各位一个跨领域的一种认知, 知道说, 其实我们谈国际事务, 就是我们的人间事务, 就是我们社会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那这些文章的应该能够给各位一些好好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的认知, 当然了,除了这十篇文章之外呢, 我们还有, 还有呢, 所谓的English Etymology跟Logic 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叫重要呢? 第一个什么叫English Etymology? 就是英文的字元学, 英文的字元学来自于我们中文来讲话, 我们讲明天的明, 或者是光明的明, 是不是叫日跟月, 那日跟月合在一起, 我们这种理解说, 它一个应该是很亮的概念, 对不对? 那英文有没有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有的, 那我们会透过这样一个字意的结合,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怎样怎样去背单字, 我们要怎样去理解单字, 我们透过字根的学习, 我们去理解单字, 我们会事半功倍, 会很快, 另外一个呢, 谈谈什么叫文法的逻辑, 文法逻辑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其实也不叫神秘啦, 因为它其实是我们人与人沟通的时候, 当它用一个语言的时候, 大家都要共同遵守一个规则,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中文呢, 我们从小到大大概没有学所谓的文法, 我们的自然而然就会了, 因为在沟通的过程中, 你会follow, 你会跟随特定的一个规则, 那美国人, 英国人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在使用英文的时候, 他们小时候有没有开始真正的去, 循着我们这样一个体系来学文法呢, 他们其实也是没有的, 当然他们会有一点, 但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透过他们的语言和沟通, 他们就会, 换句话说, 我们来思考一下文法本身, 文法本身呢, 它应该是一个, 不应该是属于那些高阶人士, 精英人士, 他们才了解的一些用字, 用文的一个规则, 而是应该一些凡夫走足, 一些凡夫熟人, 他们都可以用得到的一个规则, 所以它应该不难, 它应该不难, 它不难呢, 那可是各位有没有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文法, 学了好多好多, 可是正面这样你用的时候, 你却用不太上, 那是因为我们, 把文法当做考试的科目, 所以呢, 教的非常深, 教的非常细, 但总合起来却无法用得到, 那在透过我们的课程的学习中, 我们会告诉各位讲, 怎么样去理解文法真正的核心, 真正逻辑在哪里, 你会很轻而去理解到, 其实文法很简单, 其实文法很简单, 那你不用背, 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不必用背, 你只要去理解, 你就可以理, 你就可以要学会, 怎么样, 有很好的文法概念去理解, 将来你会所要读到的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文章, ok, 好, 那课程目标就很简单了, 你基本上你上完这门课以后, 你就了解说, 国际事务, 国际事务这个科目, 其实是一个跨领域的本质, 跨领域的本质, 然后你理解了之后呢, 那将来你如果要自己去读你这些文献的时候, 你也能够独立的去理解, 那么多, 那么多将来你所需要自己去看的一些文章,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课程目标,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后面的一个评量的方式, 评量方式, 如同我们这边所讲的, 还真的不少, 比如说, 你有小考, 一共有十次, 一共有十次, 然后你有团队的一个参与, 团队参与呢, 一共有十二次, 那一共你每个礼拜呢, 你们会组成一个团队, 大概五位同学左右呢, 会组成一个English Corner Team, 那这个Team呢, 你们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互相来讨论功课, 那你上课的时候, 你当然要做笔记, 所以每一次的笔记呢, 因为有十课, 所以每一次的笔记都会算1%的分数, 我们在第九周的时候, 会有一个期中考, 25%, 在最后一周18周的时候, 会有一个期末考, 30%, 那这边这个课程的设计上呢, 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其实你被鼓励的去跟你自己做比较, 而不是跟别人做比较, 因此呢, 你自己要是有Individual Progress, 你自己有进步的话, 你自己有进步的话, 老师呢, 会将你的进步的成绩予以加分, 然后你的课程的一个参与, 所以这个部分呢, 会占3%, 13%, 13%的概念, 那这边呢, 是一个Attendance Policy,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整个上课的时间非常的紧凑,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不来, 你不来的话, 那么就很麻烦, 因为你会被扣分, 你没有办法参加考试, 你也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Meeting, 当然你也没有办法去上课, OK, 那这个扣下来, 你可能就很, 就会不及格, 所以你应该要参加所有的课程, 那你如果说没来的话呢, 你就会受到一个分数的一个处罚, 每一个小时会扣一分, 换句话说, 你只要不到一个小时, 你就扣学习成绩一分, 那这个扣分呢, 其实并没有上限, 你就一直扣, 一直扣, 那我们从第二周开始呢, 就会开始到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这个政策就会一直实施下去了, 所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大家, 要努力的全程的参与, 全程的参与, 好, 好, 再来就是, 我们来看看这边整个课堂的要求部分哦, 那课堂的要求部分呢, 这边是可以看到就是, 你应该要参加这个课程要很快乐的, 然后勤劳的, 全心奉献的, 哈利路亚, 然后呢, 你看这边, no smoking, coding, chatting,sleeping, daydreaming, running after one another is loading the class, 所以你基本上你就好好的上课, 拿出你的所有上课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就来参与这课程的演练, 然后呢, 我们整个课程一开始啊, 第一周就会发给各位一本呢, 叫English Read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年的版本哦, 那这本书呢, 它长的这个样子, 让大家做个简单的看一下哈, 好, 这个就是啊, 整本书啊, English Read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整本的书, 那这本书经过多年的一个编修啊, 它的越来越完善, 那到你, 它总共有三百三十九页, 所以呢, 你们一来的时候, 这三百三十九页大概, 大概它的印制价格大概是三百块左右, 所以你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啊, 因为书要发给你, 所以你就先准备三百块零钱, 那到时候就, 我们直接哦, 就可以拿到书, 啊, 所以记得哦, 要准备好现金, 那这个是整个课程的一个table of contents,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第一课到第十课, 然后呢, 这边有一些 appendix A and appendix B, 啊, 告诉你说, 里面内容, 然后一个workshop一到四在这地方, 啊, 然后这个里面呢, 有我们的整个课程的纲要,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本书, 然后每一个课程里面啊都有, 啊, 每一个课程的安排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个, 第一个呢, 可以给介绍说这个题目, Lesson one, Why should suicide farmers buy life insurance? 这是第一课, 然后呢, 每一个课程都有一个我们要关注的焦点, 所以呢, 你在自修的时候啊, 你在自己先呢, preview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说, 哦, 当我们要读这一篇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到哪些地方, 比如说, 第一个是, How did the London bombing influence terror, terror detection efforts? 那我们的整个伦敦的爆炸案, 总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反恐侦测一些努力作为呢? 然后第二个要理解的是, How do banking data and demographic contribute to algorithm development? 那为什么这个 banking data, 银行的资料, 还有所有那个存款人, 他们的一些个人资料, 能够对我们整个演算式的发展会有帮助呢?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focus point, 最主要是能够引导各位, 所以当你在读这个自己读的时候, 他内容内容的精英, 你应该注意到哪些地方? 那当然我们有几个部分哦, 我们来看这个课文的部分, 那课文的部分呢, 大概会放的比较大一点点, 让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看, 然后你们注意到这边黑体字的部分, 黑体字部分, 黑体字部分呢, 是哦, 他可能是你不认识的单字, 那这不认识单字, 老师会把它放在后面, 让大家能够看, 在后面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呢, 整个就会有vocabulary for lesson 1,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单字, 你就可以自己去学一学, 比如说像这个accommodate, 那这个单字的一个排法, 有几个地方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 第一个, 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以accommodate这个字来论的话, accommodate这是一个字的本身, 然后这是一个KK音标的发音, accommodate, 然后再来就是它一个动词, 那它的英文的意思是, to consider and include something when you are deciding what to do, 然后呢, 它的中文意思是始相符, 再下来这个部分就比较有意思了, 那是跟一般的字典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呢, 它包含了字根,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是叫做自首, add, 它的意思是to或者word的意思, 你们看到这个add, ac是add的意思, 然后呢, 我们再看ac在这里对不对, 所以相对于这个字, 这个字, 因为它变形在ad, 然后这个com也是自首, come, 它意思是same,together, along with的意思, 然后这边有个, 长的一个直线, 分隔了字首, 字根, 后面的两个直线分别了, 分开了字根, 跟字尾, 所以你看这字根的部分叫mode, mode, mode在这里mode, 它意思是测量manage的意思, 然后后面字尾是add, to do or to make的概念, 好, 那为什么要包含这一块呢, 这一块让大家能够从字根的概念去理解一个单字的一个组成什么, 那它的整个详细的应用将来会跟各位做详细的介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这边, 这边就是这整个课程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部分呢, 那你就可以自我学习, 等到你自我学习完了之后呢, 我们发现这边有个叫做sinnerling challenge, 那基本上是让各位能够自我一个测验, 比如说我们看到detection, 以这个来论,detection呢, 你必须要去自己去做detection, 那detection呢, 这有六个词, 哪一个跟这个detection最接近呢, 哦, 你也知道说叫noticing, 你要去注意到, 啊, 比如说像project, 哪一个最接近呢, 啊,program, 你把它请program, 叫arrest, 去逮捕, 那逮捕呢, 呃, 哦, 叫apprehend, 最接近, 所以叫逮捕, 所以你看这个让各位能够透过不同方式去把前面所学到的一些单字, 然后透过这一个sinnerling challenge, 来自我挑战, 那他有没有答案, 有, 在底下有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呢, 按照12345, 1到5, 6到10把它排出来, 所以基本上你做完的时候可以一个自己去对答案, 让你啊, 能够增进你自己的英文的实力, 另外呢, 每一次哦, 上完课以后, 你们都会有一个作业, 那就是你要做一个TOEFL的test, 这是一个, TOEFL的文法测验, 然后呢, 让各位你自己来选, 比如说, Amanda Wade's career as a social reformer, 然后这边有四个选择, 四个选择, 然后呢, 你要哪一个对呢, 哦, 这个答案是B, begin in 1851,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做完, 那做完下一个区块, 你看这边, 这边有四个选项对不对, 所以, 3 fundamental aspects of forest conservation are the protection of immaterial trees, the use of proper harvesting methods, and the providing, 这个错掉了, provision for an environment, that suppose, 这应该变成名词, 这个错掉, 所以呢, A, B, A, B, C, D, 所以这个答案是C, 这个C错掉了, 那, 每个礼拜, 你都会被要求去做这个自我的一个学习, 从文法上去理解说, 把在课程里面所学的文法概念, 应用到这边来, 然后底下一样, 有答案让你做参考, 有答案让你做参考, 然后你每一个礼拜, 所要做的作业, 还有就是这些, 当然了,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 每一次上完课以后, 会所谓的assignments, 那第一个, work with your teammates to identify the variable x, 那这个地方, 你必须要自我做长稿, 然后你必须要传到网路上面去, 我们会提供你一个适当力不过分, 那你就做, 然后再来一个, what Hosley did is to mine variable information from huge amount of customers banking their records, 那基本上叫big data的概念, 然后这边告诉你说, 那我们在使用google search的时候, 我们当然也会下指令, 那哪些指令是可以用的呢? 那也让你自己去做探索, 然后这个第三题是, 谈到是Huntington, 由于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那这一个文明的冲突,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 他提到说, 我们未来的战争, 是因为有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 那你同意或不同意, 当然你也必须要跟你的同学, 跟小组讨论以后, 那你再自己把它写上去, 写上去以后呢, 再把答案把上传到网路上面去, 那每一次呢, 老师都会检查你的作业, 大概就这些, ok, 好, 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这本书呢, 你们必须要有, 那不管是你是, 你英文能力有多好, 你会发现这本书对你来讲都很有帮助, 因为它可以开拓你一个不同的认识跟, 跟对英文的认识跟学习途径的一个重新的理解,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叫e-learning website, 那我们学校的文早有所谓的网路学员喔, 那网路学员上面有所有所有的一个支持的一些喔, 所有的那个资料都在上面, 那网路学员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网路学员的位置在, 可以看到在e-learning 2.wzu edu wtw, ok, 基本上就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 那只要你打入这个位置以后, 这个界面就会出来, 那出来以后对英文老师的账号密码都已经上去了, 所以我直接登录就可以了, 登录了以后我们的登录, 这是我的内容,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办公室, 这是在课程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国际诗文英文阅读, 这是112年1月的课程, 所以他现在老师已经把它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之后我们只要点进去以后, 点进去以后, 然后我先进入教室好了, 进入教室才能去理解, 好, 你当你进入这个教室以后, 我们来确定几个地方啊, 第一个就是, 他的课程是叫做国际诗文英文阅读, 这门课, 他就出来了, 所以你一进来他预设就是在教学纲要, 这就是教学纲要全部内容,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教学纲要呢,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是老师, 如果说课程有任何的, 如果课程纲要有任何的改变的话, 都会有一个新的档案上来,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点他, 按右键, 另存新档, 那另存新档以后呢, 你就可以有一个, 那个word的一个格式的文件可以来运用, 那开始上课, 这是我们从那边来, 开始上课以后对不对啊, 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整个开始上课的内容都有了, 那事实上啊, 这因为这门课的发展已经好几年了, 所以他整个的一个模式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先从这个PPT, 我们PPT的从第一课一直到第十课, 都已经在上面了, 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四个工作方, 一, 二, 三, 四, 也都在上面,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工作方, 第二个, 那上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工作方的一个, 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 好, 那基本上你如果想要download你自己的档案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边来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第一课, 第一课呢, 为什么自杀课呢, 他们应该要买,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话就有, 将来你就可以自己用, 那记得, 这些都提供给各位的一些上课的补助, 你们一定要能够善加的去应用, 不要浪费了, 好, 这个PPT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每一周的课程呢, 其实在以前都有录下来, 那录下来你可以看第一课, 一课, 一课到第十课, 那workshop一二三, 一二三四也都有, 那这个第二课呢, workshop第二课我还提供中文版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这些recode的部分呢, 我们呢, 比如看第九课, 那你可以看这边你这个, 这个看得到, 整个都应该可以, 可以自己慢慢去看一下, 就知道说, 哦, 原来你如果不懂的话, 你还可以来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啊, 再做一个自我的复习,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看一下, 这个本身的article, 长得什么样子呢? 我们全部的article, 因为这, 在我们的课程, 课本里面的article, 只是一部分的摘要, 那呢, 全文在哪里呢? 全文在这边你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这个是, 你可以找得到这个, 整篇的一共二十页, 你一路的兴趣话可以自己去看, 那其实蛮好玩的, 因为当你, 当你的好奇心, 学习的好奇心被激起了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学的, 可以学的, 比如说像这个也是一样, 都有,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慢慢探索, 那老师已经把这一个, 这个课程的那个, 已经开放了, 所以当学校将哪些名字放进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怎么样呢? 想要这些基本的资源, 那最后一项则是about the teacher, 这是我, 这是我自己, 所以你可以到我们系上网站之后呢, 可以到最后面来, 这是我, me, 就是我, 那我是美国Pittsburgh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博士, 那我们的学员叫做Gaspier, Gradure Institute, Gradur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所以基本上本科, 本科出身的, 所以呢, 这个你可以来看一看, 有兴趣的话, OK, 所以呢, 要记得, 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 那提供呢, 基本的一些东西都有, 所以千万不要浪费, 可以进来, 还记得网路, 网站的一个怎么样呢? 网站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把它打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进来以后打入你的学校的学号, 还有你在学校使用的通用的密码,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到网路学院, 希望说将来大家应用上能够适切的, 能够用起来还是觉得很愉快, 好,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部分呢就到这里, 那我们休息一下, 到下一个我们要谈一谈, 我们未来18周上课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好, 那我们先到暂时这个样子。 那我们先到暂时这个样子。 好, 好,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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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